這個問題我把它稱作collateral equation 的問題 這一類問題的解法要怎麼處理它的答案呢? 我們討論一下 collateral equation 它是跟y'有關的一個非線性的微分方程式 這個g 是跟y的微分有關的一個函數形態 看起來好像很怪 怎麼解它呢? 解它的方法是 給它微分 直接微分 左邊對x微分 右邊對x微分 以前我們談到微分方程式的解題 都說要積分它 但是這個問題的解題方式 倒是要用微分的方法 再加上一點的判斷 用微分解它 左邊微分 右邊微分 左邊對x微分 右邊 右半邊也要對x微分 右半邊對x微分 右半邊對x微分 第二項也要對x微分 然後我們要用兩閃數相似的微分法則來微分 還有那個銀函數微分法則要用一下 第一項可以變成先為前面的x 再為後面的y' 然後後面的話我要用銀函數微分法則 這個銀函數微分法則 我是說先把這個函數拿來對y' 微分 在對x微分 y' 在對x微分 銀函數的微分法則 同樣的銀函數微分法則這邊也適用 這個就變成這個 不過這個銀函數微分法則對它來說是不需要的 因為它還是回到原來的樣子 我剛剛是說如果還要再對y' 微分 那我的y' 還是要對x微分的 這樣的話銀函數微分法則就讓它又回到原來的樣子 因為前面是1 所以不用這樣做 然後我們現在試著把一些的同類項找到了 有哪些是同類項呢? 我現在畫底線的跟這個是同類項 然後x對x的微分是1 還有一個左半邊的y微分 這個就是y' 會跟右半邊的y' 互相抵消掉 這項是y' 這項也是y' 這兩個抵消掉 這兩個是同類項 我就把同類項的部分移到外面來 我所謂的移到外面來是放在瓜火的外面的意思 同類項的話是y'對x的微分 那係數的部分是x加上 g是y'的函數 然後要對y'微分 現在另外一邊是0的 因為消掉了 因為消掉的部分之後 另外一邊就變成0了 現在兩部分相乘為0的問題 兩部分相乘為0的問題 有可能是前面的0 也有可能是後面等於0 通常是兩個都要討論的 我就先寫這一項 這項有可能等於0 y'對x的微分是0 另外一個也有可能等於0 x加上g是y'的函數 然後對y'微分 這個也有可能是0 想想看什麼樣的y'微分之後會是0 y'微分之後會是0的話 很顯然的 這不是說需要有一點觀察判斷 觀察判斷的過程 你觀察一下判斷一下 知道說只有常數微分才會是0 y'是常數 應該y'是一個常數 我用常數c來代表它好了 常數的微分才會是0 為什麼要這樣寫? 因為我如果已經找到y'的話 我就可以找到沒有微分的y了 因為二半邊的y'已經可以寫成一個常數c 所以左半邊的這個 所謂的我要找的沒有微分的答案就找到了 有這樣的一個奧妙的地方 因為y'是c 因為我知道的y'是c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說 y等於從上面看得出來 y就是cx y'代成c cx 加上g函數 g也是跟c有關係 這個就是這個問題的generous solution 這個問題因為它包含基本常數 這個c是一種基本常數的概念 因為它包含基本常數 所以稱作general選通解 另外一部分呢 這一部分我可以幫助我找到特的 那個叫做奇異解 從這邊可以算出奇異解 可由此求出奇異解 那個奇異解英文是singular solution 這是一下英文的寫法 singular solution 所以這部分是奇異解 什麼是奇異解呢 如果用座標 xy的這個座標圖來代表我的答案的話 通常我會發現說 第二個部分的答案是它的漸進線的答案 如果我的答案是這樣的一個答案的話 我會畫一個漸進線 如果我的答案是一堆的線的組合 我有一堆的線的組合叫做通解 通解的邊邊的線稱作漸進線 那我的漸進線我就會發現 它是在這裡漸進的一條曲線 這個漸進線就是在奇異解 通常是這樣的一個狀況